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朝鲜一直都是以藩国自居 尊忠元王朝为宗主国 但在各个朝代中 朝鲜最为心悦诚服的却是明朝 中明朝一世 朝鲜始终保持着对明政府的忠诚 人臣温乱 甲鲁战争 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每次大动荡 中国都坚定地站在朝鲜一边 中国的明清时代对应的朝鲜王朝为李朝 1392至1910年 事实上 李朝的创建 就是朝鲜忠诚于大明的一个最好立正 朝鲜对大明可谓是死心塌地的感激 大明灭亡后 朝鲜不仅收留了反清复明的军队 而且举国穿白 毫毫痛苦 在清朝开始时 朝鲜不上贡 也不承认清朝政权 一直坚持穿大明衣冠 纪念也一直用崇祯多少年 而不是清朝的年号 在明朝灭亡后 朝鲜在国内养私事 准备反清复明 一直到明国朝鲜 还用着崇祯二百多年的纪念方式 以至于日本人到朝鲜惊呼 大明回来了 这才是真正的明朝 清朝时期 朝鲜虽然是清朝的藩属国 并且心病不成 然而 在其后的日本侵略朝鲜战争中 清朝还是很重视派兵援助 并且跟日本人一边打一边谈 不过清朝因闭关锁国 早已落后日本 士兵操练 武器装备都不如日本 甲午战争中国有多惨就不说了 都是被朝鲜连累的 如果不是这场战争 日本的野心也绝不会蓬栽到要吞下中国的程度 因为他们没想到中国这么缠入 上世纪六十年代 韩国的经济首次超过朝鲜 最终成为亚洲强国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 中国一直不承认韩国的存在 在以前的书上 都是以南朝鲜来称呼韩国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 中韩建交 中国正式承认韩国 最后小编有话说 感谢您观看文章完成 喜欢小编文章的亲们 可以点赞关注一下哦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avantaj heit 股体 股体 股体